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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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開機了 對啊 這樣子 可是已經都問過了不是嗎 有新的議題 不會吧 才差兩個鐘頭 有 主席有個熱呼呼的議題 遠見雜誌下午公布了一個民調 您跟馬總統的民調 然後上面寫說上個月 你們兩個民調是相同 但這個月馬總統贏您4.9個百分點 然後說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有民眾擔心說您當選之後 兩岸關係會變比較差 就是怎麼看 就這一個月擔心嗎 如果擔心的話 我想進來有一些民調 我必須要誠實的講 好像是有一些是配合國民黨的主調 在證明一件事情說 我的這個民調在下跌 所以我覺得做民調的機構 應該要有自己的一定的獨立性 對於兩岸政策 那個大陸政策 那已經以民進黨的身份 跟國民黨的身份有什麼問題 巨大區別 這個區別很大 可是不要在今天講吧 這個平常就講很多了 主席另外就是烏虧待職參選的事情 他今天早上很領直氣壯 他說像縣市長都可以待職參選 他覺得他待職參選充滿了政黨性 縣市長是首長啊 他是行政院長 總統大選的首長是總統啊 所以這是一個不一樣的情況 那我真的還要請這個 不論是吳院長也好 或者是馬總統也好 真的不要浪費國家的這個資源 濫用國家的資源 在選舉上面 近來很多總統的活動 我們都覺得已經超過那個適當的界限 前列委林桌水他 林桌水又怎麼 因為之前就要公佈的普選架構 可是因為蘇入院長 然後他這個星期就要出國 所以說有沒有可能 跟他在這個禮拜會見失眠 那會不會談論到就是說 會由他來接任您的這個主任委員 或者是把他列明到不分區裡面 這個事情等我們一切都定案以後 我們再對外來說明 謝謝 主席如果就是說 因為大家有一說就是說 列為不分區立委的這個邊緣名單 是不是有助於民進黨選情來衝票 再說一遍 再說一遍 如果把它列為當選邊緣 當選邊緣 有這種插邊球策略來拉抬選情 對 我已經說過了 這件事情等我們整體都定案以後 我們會對外說明 主席你覺得那個總統適合出席金曲獎嗎 恩 你覺得總統適合出席金曲獎這種議員活動嗎 我剛才不是已經回答過了嗎 我說近來總統有一些行程是特別要注意到 是不是有濫用國家資源的情況嗎 你會加快找副手的部分嗎 我們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步驟跟我們的步調 所以我們也不需要跟國民黨起舞 但是我倒是覺得很奇怪 一個執政者為什麼這樣急急忙忙的要宣佈他的副手 是不是對他自己的選情沒有信心 謝謝各位 主席這裡 只有這三個 對 我們還有很多個 謝謝 這三個人可以看 都很好 謝謝各位 謝謝 這個早上已經都問過了 好謝謝 我給你保證絕對沒有漏掉什麼 早上的錄影道都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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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得碰到 謝謝 感謝 一定一定撐著冷 來 我的心裡耶 在車上 就在車上 坐在車上關 這邊 就這樣關CR 對 但是我沒有離開 我要回來 哈哈哈哈 這樣可以嗎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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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